佛子天地游记 大阎望爷 观世音菩萨 救人心切 吩咐你回阳世 要尽快输血 你道好 有时拖了几日才输血 差事不可怠慢 我知你凡人肉胎 每次归阳间都会精神倦怠 可也要替你师父分担 你师父 日日夜夜就种 你身为佛门子弟 也理当把观世音菩萨 交代的差事做好 弟子听了 低垂下头 和大阎望爷道歉 双手合十在旁听神 大阎望爷 童子 有今天的修为 见到本王训斥 还要赔礼道歉 你们身为心灵法门弟子 只是被你师父 训斥几句 就退转不朽 为怨赤婚 到处恶口诽谤 堕落地狱 还问为何 经观世音菩萨 慈悲怜悯你们 书写公文卷轴交语地 辅掉你们灵体出来 自己老老实实坦诚 若有半句虚假 我在家地域 刑罚期限 XXX 你先说 最灵爱 我说 我是XXX 天X 张家村 X国 我201X年休息心灵法门 201X年香港拜师 法会上我和老伴都亲眼见证 心灵法门的神奇 法会回来更加精进 努力用功修学 我本是鱼商 修了佛法后停业不作 也数次现身说法 劝大家不要从事杀业 本来腿就不好 心脏也不好 常常坐轮椅 学了心灵法门后 念经念好的 我没学佛前好色 我妻子不知道 我这个毛病 她没什么学识 嫁给我后 帮我工作卖鱼杀鱼 见过几次师父 师父见我改过向山 大为赞赏 我用我的案例 度很多人学佛念经 后面自己不经济 懈怠 再加上自己好色 眼睛老在看 共修会长得好看的女师兄 有师兄劝解多次 我还是不改这个行器 一次去海外见师父 师父当众讲我毛病 我脸皮挂不住 回来后就不修了 共修会也不去 经文也停念 过后 老毛病犯 和村子一个离婚的女子好上了 妻子也不知道 有师兄看到 跑去告诉我老婆 我气急攻心 我生前脾气 极为火爆 我对妻子满口谎话 影响我妻子退转不休 不上共修会 阎王爷 点开荧幕 罪灵和妻子 在张家村到处 告诉别人自己的病是医院医好的 心灵法门 说的这么玄乎乎的 不知道真假 卢君红台长看的图腾案例 也不真实 到处抹黑 心灵法门 影响外面 很多民众 我过后和外面的这个女子 合作搞些门路做生意 我妻子比较愚笨 见到这个女子 和我关系 密切也不多想 只是以为 我们做生意 我一次载着妻子和情人 外出拿货 路途经过一个山路 弯弯拐拐 我那天也不知怎么头脑 一直犯糊涂 打了一个盹儿 就撞车了 我当场死亡 死后就入无间地狱 寿容将入口之苦 可怜我这个生前 别人都要礼让三分的大壮汉子 在地狱 是求救无门 可疼了 容将是一万度的热度啊 哭泣声 阎望爷点开荧幕 一个黑色灵体 在醉灵要出事前 趴在他头脑上 让他一世昏睡 撞车死亡 大阎望爷 可悲 你退转不朽 你的冤亲债主 拿不到经文超度 非常怨恨 来到地府投报 地府查你记录得知 你已退转不朽 因你之前 承诺大量经文超度 灵体本来在地府 等候经文超度投胎 得知你退转不朽 请示阎望爷后 鬼差带上来阳间 许你性命 你不止影响乡中人 还害妻子 跟着你堕落地狱 现在无见地狱 受罚完毕 转入黑神地狱 日夜捆绑于柱上 受度扩长 流之行苦 余伤 杀业 等天上圣之道 我还安排你灵体出来 让阳世众生知道 杀生害命 堕落地狱的果报 罪灵毕 我叫XXX 来自马XXX 泰X 我201X年经过YouTube 认识心灵法门 我本身是海鲜餐馆业者 孩子有脑病 那时当地 没有共修会 下去其他周数的共修会 结缘经书 回去开始念经 201X年在本国拜师 拜师回来 后度妻子共修 孩子的病在念经后 好转很快 也多次梦到师父 和观世音菩萨 还有其他佛菩萨 常来加持我们 由于从事杀业 自己无名无知 也没有去跟进开示 也不看白话佛法 天天只知道 盲目地念经 我有一个亲戚 修习其他法门 他告诉我 XXX法门好 我对自己的师父 没有起正信心 退转修其他法门后 在XXX法门一直造口 也讲心灵法门不好 影响当地的心灵法门 共修祖宏法 我修了XXX法门一段时间 觉得不灵 也不修了 自己的孩子脑病 从好到不修后又复发 我没有去解释 自己这辈子 为什么这么命苦 只知道 老天对我不好 求神拜佛都不灵 大爷望爷 点开荧幕 罪灵到处和妻子 造心灵法门口也 对佛法根本不了解 就在其他道场乱说话 诽谤心灵法门 影响其他法门的学佛人 对心灵法门 有负面看法 自己不修 XXX法门后 一样在自己城镇 到处造口业 将这个XXX法门到场不好 过后 罪灵在高速公路 超速驾驶撞向路旁的防护栏 车毁人亡 罪灵要出世前 地府带了大量黑色小灵体上来 都是罪灵自己从事海鲜餐馆 所杀害的水族灵体 附身在罪灵身上 所讨命债 你本来得佛法救度 孩子脑病 也蒙菩萨 加持好转 只要自己再坚持 念经超度冤亲债主 转换沙业 修心向善 这辈子虽不能往生净土佛国 也能得升天道 得享天福 奈何你一念余剑 就退转不休 修习其他佛教法门 也一样不能坚持 怪天怪地 你怎不想想 自己所作之恶 才让你投生到贫苦人家 又因自身业力牵引 而从事杀业开海鲜餐馆为生 我虽悲悯你无名造业 可谤佛 杀生之暴 不能免去 你一样是无间地狱 行满转头黑绳地狱 把你按例 分享杨世 以这些功德 我让你还投人道 免多畜生道 说完 大阎王爷让弟子 魂体归杨世 弟子2018年12月12日 答 看见了吧 一般一个人 如果脸色发黑 魂魄不起 你和他讲话 他不是很正常的讲话 这个人就要出事了 就是说有很多鬼灵 附在他身上 他就看不见 对方的车子 就会撞上去 这样收得最快 很多恶灵 都是开车就撞死了 他讲的这些 不是开玩笑的 而且我知道 有这么个人 菩萨讲了 年底还要收很多人 还要去造口业吗 而且 如果一开始许过院 要念多少小房子 还给自己的冤亲债主 但是你不休了 这些人 灵性 就去告状 只要阎望同意 他们就可以 附在你身上 把你拉走 因为你是造口业 造谣 你答应了的事情 骗不了鬼 鬼就搞你 小鬼难缠 你答应了 人家的事情 人家就死盯着你 卢台长开始解答来信疑惑 二百七十六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你回応老司 一直在我手中 你 wel 我来说 老师 你不再来